Hello 亲爱的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王者荣耀 英雄众多 而每个英雄在玩家心目中的印象都有所不同 有的英雄你看到就不想去惹 比如东皇 白起 有的却仇恨直爆表 人人喊打 仿佛自在嘲讽buff 那么都是谁这么拉仇恨呢 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 打几 俗话说得好 峡谷草丛有三表 冰冻爱心小烧烤 其中的爱心说的就是打几了 打几这个英雄后期秒人的功夫确实厉害 不管是231还是321 只要打中了 基本没有秒不掉的碎皮 会玩的打几都懂得蹲草丛 不管你伤害多高 位移多少 操作多秀 被蹲到了都难逃一死 如此不讲理又阴险的英雄 怎能叫人不恨呢 第二个 鲁班 小鲁班据说是王者荣耀死亡次数最多的英雄 峡谷的每一个角落都躺过不同死法的鲁班 鲁班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呢 最大的原因在于他的二技能玄学小炮弹 出门就往对面丢一炮 没事抢红抢蓝抢人头 有时连队友都想干掉他 加上鲁班那欠揍的小步伐和台词 仇恨值不高才怪 第三个 白礼守约 如果要问王者峡谷谁比鲁班还招人恨 那必定是这个经常被送上半位的射手白礼守约 守约虽然是个射手 但爆发伤害不出刺客 守约除了超远的攻击距离和极高的爆发伤害外 一技能还能放置眼睛看地图视野 尤其克制阿科 蓝灵王等隐身的英雄 所以说守约才是瞎虎真正人人喊打的那位 以上就是仇恨值最高的三个英雄 除此之外 各位小伙伴心中还有哪些人选呢 欢迎一起留言吐槽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 欢迎订阅解� 电池 电池